最近华为出了一款新的手机叫Mate60系列 那这个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特别是海外有很多的这种解读吧 就是说它这个芯片是怎么来的 据说它是用的是7纳米的芯片 那还有报道说就是不管它是怎么来的 就是说它这个华为肯定是受到中共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支持 就说首先你怎么看就是华为出的这个手机 就是这个芯片是怎么产生的呢 对我们知道首先呢中共呢 中共是在全力支持华为 就是看到这个孟晚舟世界 中共是怎么样倾尽的拿着全国举国之力 来这个来捞总孟晚舟 到最后跟抓加拿大人做人质 然后呢跟美国政府谈判 最后跟专机把它接回去 你就知道这个公司呢背景不一般 当然我们也知道它实际上是 就是中共政府控制的 中共军方参与的控制的这么一个公司 它挂着这个民营企业的牌号旗号而已 当然呢这个美国人也很快就识破了这一点西方世界 所以就开始对它的制裁 制裁了以后呢首先呢就是说 华为的拳头产品这些5G的这个通讯设备 中级站地面基站这些东西呢 就被世界各国纷纷的给撤掉 给取消掉了 这个对华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对它的主要的业务 同时那个华为的手机也从原来全世界 首先呢 中国的这个军方的东西呢 这次是一个传计的 就是中国的那种军方的通讯系统 通讯的业务技术 那它这个军方的呢又很烧钱 比如华为在这个世界其他业务 和中国的那种军方的那种 也是要花很多錢 那這個它就靠希望靠民用產品 手機業務來賺錢 因為中共可以用國家的力量 把全中國推廣 所以華為在中國的市場份額非常的大 但是被制裁以後 因為它得不到芯片 所以基本上就沉寂了幾年 沉寂了幾年 這意味著中共就是說 給華為數學就要增加 因為它沒有手機的收入 所以在這個時候 它推出了7納米芯片的Mate60 Mate60這個手機系列 大家關注的當然就是 它用了5G的7納米的芯片 這個7納米現在已經不是 雖然不是世界上最先進的 最先進的像美國、韓國、台灣 都開始生產中美投產 就是5納米、3納米、2納米的芯片 但是就是說中共7納米 也是在美國的限制之類的 美國只允許就是說 14納米或者更大的一些技術 就是說可以進入中國 就作為民用產品 那這個中國投入7納米是哪裡來的? 一般人說的兩個可能的 一個是它這個 極止外光的光刻機實現突破 這個看來是不太可能的 我們現在中國沒有這個相關的技術 比如再涉及到上百家各種各樣的 組建的那些廠商的合作 就在美國都是不可能獨自做到的 就是世界上百家企業能 就是合成才做出來的 那第二個呢就是它是不是用了什麼方法 就在一般的地優位的14納米的機器上做出來的 那我現在看到綜合的一些專家的一些看法 華為就是這樣做的 就是說有一個解釋就是說它用了一種4台 4台14納米的機器重複曝光 重複的克制 然後勉強把這個7納米給做出來了 當然做出來是做出來了 就是說但是這有一個缺陷就是 因為它並不是這種7納米的機器 而要有14納米機器勉強去做的話 可能做了很多混沌回來才能成功一個 所以它這個問題就在於 它是用舊的光刻機的技術 它合格率非常低 我們叫產品的良率很低 因為良率很低的話 當然它就成本就非常高 又不能打批生產 又不能打批生產 現在好像據說還涉嫌偷竊了台灣的技術 那這個就是問題 但是這個中共它不得不這樣做 華為不得不這樣做 是因為它現在要失去這個手機技術 手機這個產品系列的話 意味著它就沒有這個現金流 沒辦法支持它這個其他的那些 就是設計上追用的那些 那個產品的研發和那個推廣 您剛才提到就是7納米 這個芯片不是最先進的 那在其他的手機用的這個芯片是多大的呢 現在基本上在其他那個 像蘋果最新推出的話 好像我們記錯了應該已經到了7納米5納米 現在那個2納米3納米的芯片廠 都在這個都在韓國台灣 都在這個都在運行 在美國都在這個都運行 所以現在最新的技術呢 應該是這個2納米3納米的東西 所以中共這個確實是 關鍵是它實際上是用一個更落後一點的 14納米的機器呢 刻出來的 所以這是就是說它實際上差了好幾代 差了兩三代的那個技術水平 那就是說這個其他的這個手機也是7納米 或者你剛才還說到是5納米是吧 那另外我看有美國之音的報導 中芯國際向華為提供了這個芯片 他說這可能違反了美國的制裁令 就是可能要進行調查 中芯國際是中國那個 中國自己的一個芯片產業 中國這個芯片產業這個龍頭老大 這個應該是個國有企業 中國政府投資的 中國政府的幾次這個 幾萬億的投資裡面 全包括中芯國際 中芯國際現在它是可以用這個14納米的機器 14納米的光刻機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能用4台14納米的光刻機 來重複曝光 重複給刻字骨 然後勉強生產出來了這個7納米 這已經到了它的極限了 並且關鍵是它那個 並不是說是直接生產 而是間接性的 間接的達到這一點 換句話說可能是這個百里挑一 萬里挑一可能勉強做出來 所以它這個量產 這會有問題 並且在量產的時候保持這個產品良率會有問題 中芯這樣做的話 確實有可能違反了美國的制裁令 因為它畢竟是聲稱的是奇納米的劑 而美國已經限制了加密輸出給華為 所以這個調查肯定會有結果 因為這東西它既然已經開始發售 它這個美國人很快就可以得到這個樣品 有人就會分析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就像那些美國很多這個國會願意要求 就是說可能要像這個中芯國際和中國的芯片的產業芯片公司呢 實行那個完全的徹底的全面的那個制裁 現在它只是那個最高科技最這個最小的 40納米以下的制裁 以後可能就是說連14納米的 就是說更大的都會制裁到 我看有報導說中芯國際的創始人是一個美籍臺灣商人 好像是央企背景的大廠電信 好像買了很多的股份 是最大的股東 那就是換句話說 它是不是因為是這樣的關係 它才能搞到這樣的芯片 或者是就像您剛才說的 它用的是14納米的這個光刻機 中國整個這個芯片產業的那些 包括中芯國際啊 還有其他幾個大的商家 他們那些高級管理人員 很多都是從那個中國大陸 不是 從臺灣 從美國挖回去 然後原來台積電的 台積電有一個負責 一個非常先進的製程 一個國中工程師設計師 整個他們都被那個副總裁 都被挖到這個中芯國際去 但是後來這幾個人 好像現在好像都退出了 就是說當年呢 為了這個中共 為了中國就是開發這個芯片科技呢 實際上臺灣的芯片專家 立起來了汗馬功勞 還有一些美國矽谷啊 這邊會回去的芯片專家 從這個技術到管理 這個都設計 都立起來了汗馬功勞 那最近美國的制裁呢 已經包括就是說 你如果是美國公民或美國綠法 你不能夠就是你不能夠 就是說去服務於中國這些芯片公司 這是製裁的一部分 所以這些人呢 要不就要放棄美國的公民或者綠法 要不就要回國回到美國 我想大部分人 這些應該是只能被迫 他會離開中國了 因為他不想放棄美國真正的 美國這些他擁有的東西 所以這個中共呢 實際上他這個制裁呢 我們知道在這個資金上 資金、技術、人才、產品 所有的方面都被面臨著 這個美國的壓力 現在這次調查 尤其是美國有一個國會眾議院 有一個關於中國的委員會 那個主席呢 Gallagher已經表態了 就說他看到這個7納米 中共推出了7納米 到底怎麼回事 怎麼要調查 要進入調查 然後已經推出來 就準備提出來的 就是進行更徹底的 全面的封殺 這個實際上就像中共呢 實際上他 他如果不出頭 不露頭的話 那槍打出頭鳥 中共如果不出頭的話呢 敲敲坐 可能美國老還不知道 中共一吹牛 然後一出頭 反而呢 就被美國人抓住了 就是說他要馬上把他打掉 但中共他不出頭也不行 像我剛才講的 他的方法呢 是以這個民用 以燃養軍 用民用的手機產品 然後用政府的手段 全中國推廣 用這個錢呢 來支持他的軍用產品 所以他也必須 退出什麼東西來 如果再不推出來的話呢 這個華為的手機業務呢 就會徹底的 徹底的完蛋了 我看有報導說呢 華為出了這款手機啊 是不是說 美國的制裁 就是不成功啊 應該說是 因為這個華為的得不到 這個或者是這個 中芯國際得不到 這種7納米的那些光刻機 他算是用14納米的來 就是說等於是抽合的用 或者是就是說來彎道吧 彎道或者是 曲線救國吧 來用 所以這應該說 美國的制裁是有效的 陣營是有效的 所以他才沒辦法拿出 那個更先進的 國際上更先進的那些產業芯片 他也沒辦法提出 推出那個 連帶不光是 現在不光是這個芯片的問題 還有他這個軟件系統 他也不能夠用那個 谷歌這個安卓系統 他使用他自己的鴻蒙 他那個Linex系統 所以他這個實際上是 軟件硬件的 都在受到限制 現在就是說 他勉強把這個7納米 用這個土方法弄出來的 土方法弄出來 但實際上是不能持久的 也沒辦法往前再走 所以這個是 所以現在看來 我認為美國的制裁沒有失敗 只是就是說 中芯他給他 怎麼說呢 曲線救國呢 搞了一個方式 把他弄出7納米的東西來 這樣的話 他實際上是突破了 一個違反了美國的制裁 所以下一步 美國如果這個 對中芯國際在加深制裁的話 比方他那些14納米的那些光刻機 讓他得不到這個配件 或者其他那個零部件的話 他也很快就不能夠 就繼續運轉下去 所以他這個7納米 也沒辦法繼續做下去 所以下一步呢 我們要看 就是說這個華為能不能夠 把這個7納米 源源不斷的 以這個大批量的做出來 這個呢是人們都在關注的問題 嗯 你剛才說了 他的這個軟件硬件都受到限制 另外他成本也挺高的 對 那就是說前景就是還不明朗是嗎 我覺得這個前景 前景暗淡無光的 基本上 不是不光不明朗 這個下一步的話呢 他前景是可以預期的 基本上 美國大概是要看著 就說要把這個華為手機給趕掉 那中國當然中共呢 他不會讓這樣華為 希望不讓這樣事情發生 他可能會強迫中國老百姓 必須使用華為 即使是落後也要使用 這個中共是可能做到 我認為他現在可能已經在做了 現在中共已經開始限制這些公務員呢 來那個使用這個蘋果手機 他慢慢的會 他就是會把蘋果給驅人 驅逐出去中國市場的話呢 那就是會強迫中國老百姓來 你不光華為先進不先進 好不好 貴不貴 你都得用 他可能會出現這種情況 嗯 那如果這樣情況出現 這是不是和海外和國際錯誤 或者是隔開了呢 對啊 那就是他實際上 他以前的話 中國的手機跟海灣就可以同步 是吧 他比方說他有這個中國老百姓 中國民眾的話呢 蘋果推出的新手機 美國人可以用iPhone15 中國人也可以用iPhone15 都可以用一模一樣 最先進的 那以後的話呢 就慢慢的就會有差距 隨著時間的延長 這才延續的話呢 這個差距也會越來越大 因為華為的手機 他不能用谷歌的安卓 那他用自己的這個系統的話 那實際上他就是很多的功能 在國際上就不能流通 是嗎 對 對 他的功能呢 他有一些功能呢 他就是沒辦法用 因為這個 這個虹 這個Google安卓 不支持他的話 他靠他自己的系統 而這個整個這個 這個全世界的這個手機 這個APP 這個英文元件的開發商呢 他不會是專門為鴻蒙來開發 那中國會主持人 圍繞鴻蒙在開發的話呢 他肯定沒有像這些海外 這些這麼多樣 這麼豐富 這麼就是說 功能那麼強 但是呢 大部分人我想這個 就是他可能就是 用不了太多的一些功能 可能每一個人手機上 可能有個十幾個 二十幾個 就他們就大部分情況就夠用了 所以這部分呢 就是說可能中國消費者 得不到最先進的 或更廣泛的選擇 但是他們一些最基本的功能 可能會有 另外我還看到 另一條報道 就說是這個 中共會不會低端突圍 中共補貼 然後低端芯片產業 會導致國際傾銷 您怎麼看這種擔憂 低端的芯片呢 比如14納米以上 美國也沒有製造 中共也不存在 這個什麼低端傾銷的問題 低端的 實際上這些 你比如說有一些汽車 什麼洗衣機 烘乾機 家用電器 電視機 上面用那些比較低端的芯片 就是14納米以上的 28納米的話 這個事實上 美國也希望也不介意 中國去繼續生產 中國去生產的話呢 它也沒什麼傾銷的傾銷子 它如果是便宜的話呢 因為其他國家 他們已經不生產這個東西了 放給中國生產 它傾銷的意思是說 你低價傾銷 把這個 其他的競爭者給打倒 現在沒有人跟中國 去競爭那些低端的芯片 所以我不認為有存在這個問題 美國也不需要擔心這些問題 中共也不太會 也不需要去補貼這個低端芯片 因為它那個低端芯片本來 它現在就很便宜 中國只還能生產 那國際社會也可以用 美國之所以要制裁 芯片制裁是不讓中共拿到 這個最先進的芯片 並且用在這個軍事模式上 而這種低端的芯片的話呢 第一它不太可能用在軍事模式上 另外軍事上意義也不大 那個巡航導彈 或者什麼無音機 做得很大很大 它實際上是沒辦法起的作用 在中國與您一同守護台灣的未來 堅持普世價值 弘揚傳統文化 看中國與您一同守護台灣的未來